基同警探主要寫的是一位 十七岁之前 一直都是宫廟里面 当基同的罗治 十七岁之后他脱离了 温府千岁 重新开始进入社会 成为一位刑事警探 可是因为他在 当基同的过程里面 使他累积了一些 一般警探没有的能力 所以他在当警探之后 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 他一一的破解这个怪异现象 可是就推理小说来说 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 不能够神佛破案 所以罗治到最后 人就靠着他 刑事警察的本理 整个小说三部曲 是以罗治为主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